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郑杰西卡这个频道 今天已经收到一束好美丽的发发 然后还有一个小熊熊 觉得生活其实还是挺苦闷的 所以我分享给大家 那就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大家一起快乐 言归正传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开箱测评 搬家终于告一个段落 是时间可以停下来买衣服鞋子包包 还有各种各样的配饰了 所以今天迫不及待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测评 会包含非常有低调奢华感觉的一件 针织上衣 一件克莱因蓝的复古大毛衣 一件针织打底衫又是蓝色的 以及我身上这一件我超喜欢的毛衣 还有找了好久 他终于找到的钥匙圈 以及一些戒指等配饰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件 都会放在描述框里面 大家可以一件购买 我是小剑杰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超爱的一件 中秀的针织商 也是非常适合现在的季节 它是来自SD 圣迪奥这个品牌 之前也推荐过他家的衣服 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很有设计感 也是出海很早 现在是做得非常的成功 在巴黎等地方 都有自己的实体店 这次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秋装里面 我选了哪几件 那么第一件 颜色我就非常的喜欢 红米白色 非常容易穿出高级感 也是很有老钱范的一个颜色 那不仅米白色好看 更重要的是 它有星星点点的晶莹线 不会感觉很廉价 上升之后 整个人就像自带一层光蕴一样 有一种老钱 而且略带一点点奢华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太高调 哪怕你日常通勤穿 也不会显得过分的张扬 不仅这件衣服的颜色很特别 版型也超厉害 上升很显瘦 坑条纹 大家知道上升是最容易显得很鲜瘦 时髦的蝙蝠袖设计 能够遮住手臂上的白白肉 而且显得非常的复古和优雅 整体是一个短款的造型 下面的螺纹收口 能够轻松打造高腰线 大长腿就自然get了 三重显瘦很厉害 另外这个领口也相当不错 传型领口很优雅 自带赫本峰气质 像我这样搭配一条黑裤子和高跟鞋 就可以直接穿去上班了 也可以像模特那样搭配一条浅米色的裤子 非常有old money的style 这件跟其他的一些针织衫相比 这个晶莹调是它最大的特色 所以除了上班可以穿 平时参加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场合也可以 比如马上就十一了 很多朋友参加婚礼的时候 就可以穿上这么一件衣服 或者是商务酒会 happy hour的时候都可以穿上这件 要比普通的针织衫 更多了那么一丢丢奢华感 也更加dressy一点 但是又不会很过分 有一种轻松不费力的时髦 这件非常的特别 还蛮推荐的 这件我穿M号是正好的 售价是60美金 是非常良心的价格 第二件就是这样一件 慵懒复古的大毛衣 有没有感觉到 我最近很喜欢穿彩色 秋冬季节太苦闷了 所以我现在会尽可能选择一些彩色 克莱因蓝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纯净不带一丝的杂质 而且克莱因蓝的画 我也去看过它的原作 真的看完大为震撼 就在纽约的博物馆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克莱因蓝 我就很喜欢 而且上身很显白 我给大家试试看就知道了 这个蓝色饱和度比较高 但是因为克莱因蓝的纯粹 你并不会感觉到很刺眼 反而是觉得非常的纯净 特别 相对宽松的版型 上身的很有慵懒感 松松的高领 保暖 而且显得很有气质 脚花有点复古 也给单调的毛衣增加了层次感 不会太无聊 突然的排列相对稀疏一点 所以不用担心上身会显胖 28%的绵羊毛 贴身穿我也不会觉得很渣 毛衣长短也正好 无论是放在下装外 还是像我这样塞一点点到下装里面都不错 整体是一件很温暖舒服 看着就像抱一下的大毛衣 像我这样搭配同色系的下装也可以 或者像模特那样搭配一条黑色的中裤 更加酷一点 这件我穿M号是正好 这样的大毛衣千万不要买小了 否则会有一种局促感 因为有绵羊毛的成分 价格65美金还是非常合适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蓝色 如果大家想要穿的有点与众不同 带一些色彩 更加元气满满的话 是推荐这一件的 第三件就是这样的一件蓝色的打底衫 打底衫属于秋冬刚需 多少件都不嫌够 但是我衣处里面都是白色黑色鸵色 这次看到蓝色就好不容易定了一件 那么这样的打底衫 跟我前面推荐的这件复古大毛衣都是蓝色系 但是明显能够看到 无论是版型和颜色还是不同的 这件它的颜色更加有一点灰蓝色 饱和度没有这一件那么高 也不会那么的显眼 而且版型是比较修身的 看两件是能够明显看出区别的 罗文纹理视觉上显得很丰富 版型是比较修身的 下半身可以搭配阔腿裤 袖子这里还有扭扣设计 小小的细节增加了精致度 一个小高领 能够让别人的视线全部集中在你的脸上 显得很有知性 很有文化的样子 这件衣服贴身穿也不会扎 外面还可以加西装啊风衣等等 一直可以穿到明年春天 利用率很高 它虽然是个修身的版型 但它不会太过的紧绷 所以穿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 这件我也是穿M号正好的 那么最后一件衣服就是我身上这件大毛衣了 我看一下这件毛衣我太喜欢了 它是由四个不同的颜色渐变而来的 包括一个深棕色 一个焦糖色 一个橘红色 和一个更亮一点的橘色 四个颜色都是同属大地色系的 但是深深浅浅的过渡 不仅显得很高级 而且非常的别致 这不是今年最流行的美拉德穿搭风吗 这里也简单科普一下 什么叫美拉德穿搭风 它是指食物在加工变熟的过程中 表面焦化而产生的颜色的变化 大家想象一下一块牛排 从深到熟 是不是有一系列的棕色的变化 所以以此时尚界就开发了一个新名词 叫美拉德穿搭 那么我身上这两件毛衣 就完美符合了美拉德穿搭风的精髓 再搭配同色系的半裙靴子和包包 就是一套完美的金秋美拉德造型 时髦高级 深深浅浅的棕色配在一起 完美展现出秋日的温暖和优雅 同时适度的橘红色和橘色又有点活泼 所以即使你整体穿大地色系 也不会觉得很无聊 生动又很有质感 松松的高领自带慵懒迷人的气质 对了它还有一个让我很心动的设计 就是这个灯笼秀 很柔美 有女人味 而且有艺术感 这件我好喜欢啊 至于搭配方面 也可以像模特那样 搭配一个大地色系的格纹下装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件毛衣还有自带了一根同色系的腰带 可以像模特那样把它绑在后面 能够轻松打造腰线 大毛衣也不会穿得很臃肿 不过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这样腰带的设计 所以我就拿走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整体来说 圣地奥的衣服是属于在基本款里面更加有设计感 无论是颜色还是一些小细节都是有很多变化的 喜欢的同学不要错过 小郑也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折扣码 在描述框里面大家可以一键购买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了 在录下一段之前 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刚搬到新家 对这个光线啊 还有这个背景 我其实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角度 录的可能有一点点乱 都给小郑一点时间 等我再调整好 我做得更好 下一个我惊喜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钥匙圈 我记性不太好 所以我都会把这个钥匙放在进门 那个门把手这里 把它串上去 这样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走 不会忘记带用 那么之前那个门的构造 用这样的一个钥匙圈 是正好能够挂上去的 但是新家门把手太粗了 而这个圈呢又比较细巧一点 所以我怎么样都挂不上去 所以我就想 哎呀反正也用那么旧了 我就买一个钥匙圈吧 结果找了好久 都差不多这样的尺寸 没有办法适应 我那么粗的一个把手 我好不容易找到几个有品牌的 价格都上天了 接近400刀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 找到了 叫做Obit Key 我买完了 发现原来是来自澳洲的 莫名有点亲切 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 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一般的钥匙圈 就是把钥匙直接就荡在外面 那你放在包里面 就很容易把包包的皮给刮伤 如果放在口袋里面 尖头就很容易把口袋给戳破 这个钥匙圈通过这个设计 可以把这个钥匙这样藏进去 放到包包里面 或者放在口袋里面 就不会划伤 而且非常的neat 这个厚度 一共是可以容纳三到七把钥匙 拆装也是非常简单 用硬币 甚至用双手就可以把它拧开 拧开之后把钥匙插到里面去 然后再拧紧就可以了 好方便 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40美金出头就可以买到了 我这个是荔枝纹路的皮 是最不容易刮伤的 我因为担心那些浅色很容易脏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黑色 除了像我这样全黑 还有这种地方是有做金色和银色 甚至玫瑰金的 大家都可以选 但是我觉得金属比较容易氧化 所以我就买黑色 这个就是用来装车钥匙 这个设计还是蛮人性化的 除了我这个比较boring的黑色 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 女孩子会很喜欢的粉色 搭配玫瑰金等等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40多块设计那么neat 我觉得这个品牌真的是值得推广 好喜欢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个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叫做azura的比较秀气精致的戒指品牌 它的创始人Angela是我的小伙伴 其实他们的珠宝并不是很适合我的风格 是非常细巧的一种款式 我比较喜欢大一点的 但是有一天Angela就说那你就试试看呗 所以这次呢我就给大家来看看戴上去的效果 他们家的特色就是各种各样天然的彩色宝石 而且自带寓意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买他们家的彩色的宝石戒指来做为一个special occasion的gift 我选的第一个就是伦敦蓝色拖帕石 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纯净 颜色就很像夜空的那种蓝色 可以算是蓝宝石的一个平屉吧 是做成了一个梨形的形状 周围一圈是非常小的白色的拖帕石 空拖起来 特别的有质感 品牌的建议是和这样的一个twinkelband叠带在一起 有点倒鼻子的 上面也是有很多白色的拖帕石配在一起 就很像深蓝色的夜空 配上点点的星光很有意境 让人看了就心情很平静 这一套全银在度上14k的白金 品质也是相当靠谱 这一套两个加在一起好像是200美金左右 很细巧很有性化 偶然欢欢风格也不错 第二个是这样的一个叫做沙漠之花紫翠玉 这是一颗圆形的亚历山大便石 周围镶嵌了一圈白色的拖帕石 亚历山大便石非常的厉害 会随着光线颜色会发生改变 在业界就有一种说法 白天看得像祖母绿 晚上看得像红宝石 但我现在看得有点像紫色 它只有亲人的变色能力 就像大自然的魔法一样 跟我的指甲油颜色还蛮配的 这样的戒指在我们上海人 古早的说法叫做 就是那种大小姐会戴的戒指 还是要多尝试 他们的东西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完全不行 戴上觉得还挺好看的 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前前开箱就到这里来 所有购买的链件都会放到描述框里面 大家可以一键购买 我是小娟姐西卡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OK